他都當自己 有點太膨了 而且可能還會有遊客跟他說 欸先生請問停車場在哪 真的 所以我覺得把女人味的這種聲線呢 把它塑造出來是很重要的 所以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他也穿很多件耶 對 其實它裡面有三件 最裡面是絕綁的長袖的襯衫 然後外面是冰淇淋色的針織毛線衣 然後在外面也是一個 其實是非常寬鬆的 毛線衣可以配下 你看那個短的毛線衣 我想說這是要怎樣配 對 對 非常非常的短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在裡面做一個 今年非常流行這種 超級短的毛線衣 配上襯衫 然後再配上褲狀 因為它製造出更高的腰線 就是說我們在外套 有時候沒辦法 可能要選長版 或者是像一路這樣 給他選擇一種中長版的 稍微修飾一下它臀部的曲線 因為我們讓這個中長版的位置 下降到臀部六分之一的時候 基本上它可以破壞掉臀部的身形 如果你對臀部沒有自己的女生 我建議大家長度才能長一點 但是在裡面的部分 我利用這個短版的上褲 甚至這個上褲很可愛 你看這個針織衫 它下面有一點點小波浪的感覺 所以它的這個針織法 上褲跟下面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然後裡面的這個雪紡襯衫呢 大部分的女生 看到這種長版的就覺得 哇 我得救了 就趕快把它腰出來 然後你一下就配一個Legging 結果你整個人 就像私底那樣對不對 結果整個人 視覺上一直壓壓壓壓壓到底下去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還是要回到你正常的腰線的地方 那下擺的部分呢 下半身的部分 其實一路並沒有他自己想像的那麼壯 其實我想等一下挑戰這個 所謂的Skinny 窄管褲 或者那種Legging pants 因為今年非常流行 就是把Legging 跟窄管褲合併 成為一種新的單品 它是有護檔的 它是不會讓你的 這個地方不好意思 對 因為它很不好意思 對 但是它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它一定要在